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 萨哲尼剑子的这个故事 之前已经为大家说过 他为了要挑战佛陀 降服佛陀 带了五百个人来到他 来到佛陀地方 结果被佛陀给降服了 反被佛陀降服了 那之后他就问佛陀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教弟子的 怎么教弟子的 让弟子们离开种种疑惑 那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已经为大家讲过了 有兴趣的人往回头去看 今天要继续为大家讲 就是说这个萨哲尼剑子 继续发问另一个问题 他问什么呢 他问佛陀 你是怎么教弟子的 让这些弟子们 于佛法 居然可以 穷尽猪肉 所有的肉都穷尽 那这个肉是什么 当你眼睛 看东西 起贪爱 起称恨等等 起心动念的时候 那个就是肉 为什么 你的根本没有守住 被外面的遇而不散法 露进你的心了 露进来了 这个叫肉 所以修行你要干嘛 无肉 渐渐达到无肉 不受外境 所影响 所以这边问 佛陀 你是怎么 让弟子们于佛法 渐渐的穷尽猪肉 达到无肉心解脱 跟会解脱 让诸位圣弟子 渐渐心解脱 或者会解脱 解脱 不外乎就是心解脱 当你对于所有事情 不生贪喜之死 那个时候 就是心解脱 那会解脱呢 特别是那种存观行者 他不修圣摩他 不修禅定的人 他直接观察五蕴 色受想行事事 无偿苦无我 这样不断修下去 而正阿罗汉的话 他就是会解脱 那这边他就谈到 怎么让这些弟子们 得到无肉的心解脱 会解脱 佛陀你是怎么样子教的 并且教他们 宪法自知作证 我身已进犯行一地 所作一作 自知不作或有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你是怎么教弟子 让他们最后 证阿罗汉的 他们居然可以 穷尽生死轮回 不再生死轮回 而且让他们 真正可以修范行清净 没有男女之欲 然后呢 所该修所该做的 都做完了 自己可以知道 不会有来事 自己可以知道 不用再去不挂算命 不用再去看水晶球 不用再去给人家 看东看西的 自己就知道 那佛陀就告诉 他说 正是用这个办法 来让弟子们穷尽猪肉 达到最究竟圆满的果位 正是用这个法 什么法 正是对于所有的物质现象 所有的设法 包括过去的设法 未来的设法 现在的设法 内在的设法 外在的设法 粗糙的设法 细致的设法 美好的设法 丑陡的设法 远的设法 近的设法 对于这一切一切的设法 都如实知 如实见 都看见这些设法 没有所谓的我或我所 也没有说我在设中 设在我中 没有这种互相在 如果还可以对受想形式 也这样子穷尽一切的可能性 来观察受想形式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观察受孕 对于过去的受孕 未来受孕 受孕所感受 感受大家比较好了解 对于过去的感受 未来的感受 现在的感受 内在的感受 外在的感受 粗糙的感受 细致的感受 好美好的感受 丑陋的感受 远的感受 近的感受 对于一切的感受 如实知 没有我我所 都可以这样子如实知的话 那么当然就可以 渐渐穷尽足肉 想形式也就是这个道理 大家自己要带入 因为佛陀 他通常怎么样 就是讲社运 他讲社运一个道理 之后其他受想形式 比照这样办理 我怕大家不懂 你要再这样思维 我再把它展开来 让大家看 展开来 想运要这样子来说 对于一切可能性的想运 对于一切可能的想法思想 你都要去观察 什么是一切的想运 过去的想运 未来的想运 现在的想运 内在的想运 外在的想运 粗糙的想运 细致的想运 美好的想运 丑的想运 远的想运 近的想运 都要去观察 无我的道理 对于行运也是这样子 行运 行运我们解释过是心形 新的造作 新的动作 新的蠢蠢欲动 那个都是心形 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于一切的心形 都要如实之如实见它的变动 对于一切的心形 就是过去的心形 未来的心形 现在的心形 内在的心形 外在的心形 粗糙的心形 是一致的心形 美好的心形 丑陋的心形 远的心形 近的心形 对于这一切心形 你要如实之如实 见它的无我 去证得无我意 确定所有行运的变动 心形的变动 都是无我 最后对于六事 世运就是六事 眼是耳是 鼻是舌是 生意识 总共六事 你要对于这六事 做观察 然后六事 如果我们说 一切的意识 一切的六事 可以放大到什么 这边你看 过去的六事 未来的六事 现在的六事 内在的六事 外在的六事 粗糙的六事 细致的六事 美好的六事 丑的六事 远的六事 近的六事 你要对于这所有可能的六事 去观察 各位 各位不要想不开 说师父你看 念那么快 我根本来不及记 来不及操 各位 你只要记一个特色 一切种类的色寿小形式 一切种类 时间上过去 现在未来 空间上 所有美好的丑陋的 任何品质的 任何种类的 五蕴 色寿小形式 我都全部要观察 就这样就解了 一个时间一个空间 你就解了 对于所有时空之中的 这个色寿小形式 我全部都要去如实之如是见 他的各种情况 那么这个样子 你就可以见见穷性猪肉了 这样子这个时候 你就会成就三种无上 三种无上 无上就是没办法再上去 达到最究竟的 你登山登到山顶的时候 还可以往上吗 没办法 那个叫无上 就是最上面的叫无上 成就三种无上 这个是什么 知无上 道无上 解脱无上 你的智慧已经到顶了 你修道 你这修道已经到顶了 你解脱的境界已经到顶了 成就这三种无上 成就这三种无上之后 你就会对于这个已经成就者 这个大师 你就会对他非常恭敬 非常尊重 并且如佛陀一样的这样子供养他 把他当作佛陀一般的来对待 供养 所以 世尊他是觉知一切法的圣者 世尊就是用这样子的法来教化弟子 调伏弟子的烦恼 让弟子们可以心非常安稳的学法 并且让弟子们的心没有什么畏惧 就可以这样子一直这样子修下去 没有畏惧的一直修下去 并且怎么样呢 调伏极尽 弟子们这样修下去之后 心渐渐调伏了 心渐渐激进了 不会再有妄动 变动 渐渐调伏激进 就进涅槃 最后就达到涅槃了 我上一集问过大家 大家还记得吗 我问大家说 你们现在的修行 方向 有没有朝向涅槃 我问过大家这个问题 你还记得你对这个问题犹豫过吗 不是呢师父 我修行不是为了涅槃 我是为了和家平安 我是为了我先生 为了我小孩 我是为了我妻子 我是为了我的工作 我不是为了涅槃 你看哦 你今天是不是学佛啊 你今天是学佛的话 要搞清楚目标 目标只有一个 涅槃 成佛 你会说 没有了 大圣佛教 不讲涅槃 谁说不讲涅槃 大圣佛教 菩萨是什么 无助涅槃 一个中观心者 一个空性 波罗波罗密多的心者 他是处于无助涅槃 还是涅槃 再说佛陀 佛陀是什么 大波涅槃 你看大波涅槃经 事实捐本的大波涅槃经 佛陀是什么 大波涅槃 涅槃 所以阿罗汉涅槃 菩萨无助涅槃 佛陀大波涅槃 都是涅槃 所以各位阿 有没有朝向这个目标 渐渐朝向涅槃这个目标 好不好 世尊因为涅槃的缘故 而为弟子说法 你看哦 经文讲的 世尊是为了涅槃的缘故 才为弟子说法的哦 如果世尊没有为了 为了这个涅槃 为了说帮助弟子们也达到涅槃 佛陀不用讲法 开玩笑 如果讲法让弟子越来越烦恼 那讲讲法干嘛 不用讲了 同样道理啊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今天为什么出来红法 为什么出来讲法 希望帮助更多人 能够走上这一条修行路 渐渐断除自己的烦恼 渐渐平静 降伏自己的贪生吃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认清你修行的目标 是为了涅槃 那 世尊呢 也是为了涅槃 有个为了弟子说法 所以啊 佛陀说 撒哲尼见子啊 在我的 弟子之中啊 能够按照这样子的法来修的话 他们就可以 渐渐的穷尽猪肉 渐渐呢 就心解脱了 有的人就会解脱了 并且这些人呢 只要是可以得到心解脱 会解脱的 都可以怎么样呢 于当下 于宪法中啊 自己知道自己达到究竟 自己知道得到涅槃 所以他们通常是怎么样呢 就会知道 我生已尽 犯行已立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厚有 这句话非常美好 我最喜欢这句话 我经常开玩笑的说啊 我们往生的时候啊 这句话可以当作 当成呢 磕在墓碑上的 非常优美的一句话 磕在墓碑上 我生已尽 犯行已立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厚有 我的生命 我的这个生死轮回 已经穷尽了 没有男女之欲的 犯行已经确立了 所该修所该做的 统统修完了 做完了 从此之后 从此之后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知道 不会再有来生 哇 你看 多么美好的解脱境界啊 真的值得我被赞叹了 所以说 所以说 这边大家就可以了解 佛陀就是这样子来告诉 沙哲尼建子 我是这样子来教弟子 这个时候呢 沙哲尼建子 已经对佛陀 俯首称称了 你要知道 他本来难调难俯 想要来找茶的 来踢管的 让佛陀难看的 你想想看 带五百个人来看好戏 这样子是什么的人啊 所以 这个时候 沙哲尼建子 俯首称称的 告诉佛陀说 世尊啊 就好像一个 非常壮的 勇夫啊 他在非常锐利的刀刃 乱砍之下 是很难可以脱困的 很容易就被砍到 就算你非常壮也会被砍死 一样的道理啊 像佛陀这样子的一个 议论的高手 辩论的高手啊 我在你的面前啊 很难可以逃脱 很难啊 可以说 不被你辩倒的 哎呀 实在是 世尊赞叹你啊 再举个例子 又好像什么呢 又好像啊 如果 装着毒蛇的这个 篓子里面啊 你要逃脱这个毒蛇的伤害 还有可能 因为啊 你把毒蛇 盛装在一个篓子里面 那你还可以避免受伤 但是呢 如果在旷野之中 在水则之中啊 有蒙火发生 旷野之中水火发生 也还可以逃避 因为那是在旷野中 逃到没有火的地方就好了 还可以逃 那像凶恶的罪相啊 也可以呢 避开 他冲过来 我还可以避开 那 狂乱啊 因为 因为饥饿而狂乱发狂的狮子啊 他 看到猎物就会去抓嘛 这种狮子啊 我还可以 免除 还可以躲起来 不让他吃到 所有这些现象啊 要避开都有可能 只有一种事情不可能 就是在面对 沙门取坛的时候 面对 佛陀的时候呢 与佛陀辩论的结果是 没办法逃脱 战败的命运啊 是脱离不了的 所以啊 萨真尼坚子自己讲啊 并不是我这样子的一个凡夫 一个轻狂 躁动的一个凡夫啊 而且啊 论意辩论技巧啊 根本不具备 根本呢 还没有达到圆满 就可以来跟佛陀挑战论意的 不是我这样子的人 可以来与佛陀辩论的 佛陀这样子的一个人啊 啊 是在脾色离 风热的国土之中啊 啊 世尊啊 你应该要 安乐的住在这个脾色离国 这边他鼓励佛陀 好好的住在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个是真正的 降伏 一个难调难辅的众生啊 你要知道 有的人用辩论技巧啊 把对方降伏之后 对方并不服的啊 只是嘴巴上输给你 心理上不服你的 很多情况都这样子啊 根本不服你的 可是佛陀你看 他讲完 讲完这个法 辩论完之后 对方俯首称臣 而且希望佛陀好好呆下来 他希望佛陀呆在这个国土里面 那么呢 所有天人啊 魔王啊 梵天啊 还有所有出家众沙门婆罗门啊 以及世间人啊 都会在世尊的这个地方啊 共进世尊 供养世尊 也因为世尊啊 待在这个地方 将死的 这个地方的 所有的这个人民啊 天人魔王啊 还是出家众沙门婆罗门 得到安乐 在漫漫长夜之中啊 得到安乐 希望世尊 好好的住在这边 明天早上 希望佛陀 你跟诸位比丘僧弟子们 可以来受 接受我的供养 我想要办一餐 丰盛的这个 办一个丰盛的一餐呢 来请 这个世尊 以及世尊弟子 所以你看哦 到这个地方 大家就可以看到 啊 萨州尼建子啊 从一个顽固 明顽不堪的一个外道 已经转了 完全 信服佛陀了 所以 从这个故事里头 大家要学习到 不仅 要以 这个辩论技巧 来 降服敌方 而且要 以得福人 你嘴巴讲得那么好 可以 把人家辩倒之后 人家再来就要问了 好 你既然那么厉害 你有什么实力 你到底怎么修的 你的心安稳吗 你有传定吗 你没烦恼吗 你怎么交弟子的 你自己怎么修 你怎么交弟子的 弟子有得到解脱吗 如果这个时候 你都拿得出具体办法 拿得出你的成果 对方就闭嘴了 对方就是哑口无言 不仅被你辩论术所击倒 而且也觉得说 你真的有得恨 所以得恨在哪里 有没有解脱 你有没有解脱 心有没有无烦恼 就从这边看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渐渐的 可以 学习佛陀这样子的一个 事无碍解 而且呢 它真正的调伏自己的心 我们自己的心 也慢慢调伏下来 有一天呢 跟佛陀一样 今天为大家讲解到此 阿弥陀佛